另绕湖北300里 不走湖南3公里 吃饱饭加满油 湖南高速不停留 据说这些都是卡友对湖南高速的评价 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据车友们吐槽最多的就是超速抓盘和直接南京服务区 那种断崖式的限速 上一秒还是限速120 下一秒直接限速成80 这样不知道的情况下 瞬间超速33% 而且同一条高速上面出现好几种限速 你说超速就超速吧 改天再处理都可以 但是说不准开着开着前面出现一排雪糕桶 直接被导流到了服务区 来了个现场出发 网友留言 每年回湖南老家 高低都得留下一个六分 真的有这么恐怖吗 湖南的老铁们出来来两句吧 不过像不熟悉的路段 总车地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开导航 随时知道哪里限速